賽德克巴萊在國際精華版 威尼四銀展首映之後 導演魏德勝也接受了 大陸的鳳凰網的專訪 他說希望觀眾去看電影的時候 是不要帶著武裝 還要帶著文明的包袱 他說兩岸之間有很多的誤解 但是誤解的原因 都是因為不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去了解 而且魏德勝也說 台灣自己對自己的認識都不足了 怎麼讓別人更了解你呢 包括了台南和台北都差很多 自己跟自己都沒有和解 怎麼跨過海洋呢 而且這也有外國的媒體 就是說這部片子是不是太過於血腥了 而魏德勝也說 這要大家看電影的時候 把自己當獵人暫時忘掉文明 導演演員排排座 參加完威尼四銀展第二天 大家鬆了口氣 但對於有部分國外媒體 認為賽德克巴萊有點血腥 導演魏德勝給了這樣的回應 把自己變成不是文明人 把自己變成是一個獵人的角度 去思考這個事情 所以我希望觀眾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先把自己的文明先拿掉 至於第一次演戲 就演男主角 莫娜魯道年輕時期的素人演員大慶 則表示看到自己的大螢幕上 感覺還挺不習慣的 沒有想像說這種差別很大 就表示說我相信大家都 演員都努力 那每個人努力都大家都看得到 賽德克巴萊大量啟用素人演員 中年的莫娜魯道 則是牧師林清台所演出 就是說我回到我 我跟外公生活 然後跟這個電影是非常的相符 影展行程加上連日宣傳結束 演員們終於有空好好當個觀光客 一起在威尼斯海邊拍照 甚至到聖馬克廣場一遊 當然大家也最希望有機會得獎 讓魏導演可以再來一趟威尼斯 中心新聞正好報導